同学们好 继续学习固定资产 那下面我们看教材上的例子杆二 这是一个分期付款方式购入固定资产如何快据处理的例子 15年1月1号 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一项购货合同 甲公司从乙公司购入一台需要安装的特大型设备 合同约定 甲公司采用分期付款方式支付价款 该设备价款共计是900万 不考虑增值费 在15年至19年的5年内 每半年支付90万 所以这个算的时候是半年算一次 每半年付90万 那相当于一共17嘛 900万 每年的付款日期 分别为当年6月35号12月31号 15年1月1日 设备如期运迪甲公司并开始安装 15年底设备达到预定科使用状态 发生安装费用是398,530.60 利用银行存款付气 假定甲公司适用6个月的折限率是10% 这个10%不是年龄 是半年折限一次 那第一个是购买价款的限制 连续时期 每期期末90万 要乘以 要乘以利率是百分之十七数十七的年金限制系数 大家应该知道 年金限制系数是等额系列收付款项 那是指发生在每期期末的 才可以直接乘以系数 那这个呢 是6.1446 那相当于 如果我们现在呀 要存到银行的钱6.1446万元 连续时期 每期期末可以提一万 那是这么一个概念 就是在利率百分之十七的这种情况之下 那现在的问题是 每一期期末是90万 那你说现在是值多少钱 购买价款限制 用它的乘以6.1446 等于5530140 一定是说 是每期期末的 那如果说 年金发生在每期期初 你得采取一定的办法 把它调成每期期末 那比如说 要连续时期 发生在每期期初 要是有90万 那你可以第一个90万不用这些 剩也不弄 剩成九期了吗 那你90万再加上 90万乘以利率 百分之十 九期的年级限制系数就完了 这是算它的限制的时候 详细内容 大家应该是资金时间价值那一部分学习去 好 再往下 15年1月1日 甲公司的账务处理 借方再建工程 是购买价款的限制 因为需要进行安装 反映到再建工程里 长期应付款 未来要付的本金和利息900万 未确认融资费用两者之间的差 这就是说未来要付的利息呀 3469860 那未确认融资费用以后要进行摊销 那我们看 摊销的过程 应付本金余额 5530140 那接下来大家要注意 能不能说 在建工程里反映的数 一定就是应付本金余额呀 那不是啊 比如在购入固定资产时 支付了保险费了 那要进入在建工程的 这与应付本金一点关系没有 因此我们要算 某期期出应付本金余额时 要用长期应付款 减去未确认融资费用来算 不要说 好了反正是在建工程里 有多少按照多少算 那不行 那做题是要注意 由于我们这题目 在建工程入账的 只是一个购买价款限制 所以它跟应付本金余额一样 再往下 15年6月30号 付款付了90万 那相当于应付本金和利息减少90万 确认融资费用 实际上是这半年的 我们半年算一期嘛 这个题目 要用七出应付本金余额乘以实际利率计算 5530140乘以10% 553014 那这个数 应付本金减少 怎么理解 你看啊 应付本金和利息减少90万 其中 应付利息减少是553014 未确认融费用贪销吗 应付利息减少 应付本金减少多少 那当然两者之间的差额 所以这是346986 应付本金和利息减少90万 其中应付利息减少553014 应付本金减少多少 当然是两者之间的差 那再看6月30号 应付本金余额 1月1号时15年 5530140 然后减去呗 346986 那不就等于5183154吗 这实际上算它的期末数 当然期末数在计算时啊 可以用期出 比如说 我们用期出的 那这个数呢 是5530140 加上机体利息 也就是未确认融费用 贪销是增加负债的金额吗 贪销是借财务费用 代未确认融费用吗 那加上呢 553014 你支付 本金利息了 减少长期应付款 减少的 90万 也可以这样来进行计算吗 期出的 加上增加减去减少 就等于期末 这没问题 那我们再往下 现在15年12月31号 90万 又付了90万 确认融资费用的时候呢 是要用这个期出 相当于6月30号的 5183154乘以10% 518315.4 同样呢 这半年 应付本金和利息减少90万 其中应付利息减少 518315.4 应付本金减少多少 两者之间的差 381684.6 这两者之间差呗 我们算期末数 那就是 5183154 再减去 381684.6呗 所以等于 480149.4 这就是它的计算过程 后面我就不再一一的进行计算了 当然我们考试 不可能说有这么多期 还给你来个表上填 考试只有三个小时 要做这个东西 太没有意义了 你只是把第一期 第二期的 未确认融资费用 摊销会计算就够了 那比如说 最多可能到15年12月31号 比如说这个数字 未确认融资费用怎么谈 那怎么来的 你就算这一期期出 央付本金余额多少 乘以实际率率 10%计算就行 所以在这里面 如果我们算15年12月31日 未确认融资费用 摊销的金额 有确认融资费用吗 你可以用 期出 期出实际上是15年6月30号 长期应付款余额 减去 未确认融资费用余额 来算 总的开始是900万 由于在15年的6月30号 付了90万 所以长期应付款余额 900万减90万 然后我们要减去 未确认融资费用余额 未确认融资费用余额 最开始形成的 是这个数吗 3469860这个数 我们再减去 上半年谈的553014 减去他 553014 这不就相当于 形成的是一个 应付本金的余额 也就是15年下半年的期出 应付本金余额 乘以实际率的10% 就把它给算出来了 算的是这个数 518315.4 那接下来 序表里面 就说最后一期呗 19年6月30号的时候呢 还有应付本金余额 那当然这个数最终要减少 那付款呢 付的一共呢 还是90万 最后一期 那确认融资费用呗 那不就90万减去8185 1.61呗 那这个数字 81748.39就确定 那大致知道这数就行 所以我们主要应该知道 每一期 未确认融资费用 摊销数的计算 一般呢 你可以用 这期出应付本金余额 乘以实际率的计算 应付本金余额可以 用长期应付款余额 减去未确认融资费用余额来计算 再往下看 第三 15年1月1日至15年12月31日 未设备的安装期间 未确认融资费用的分摊呢 现在符合资本化条件 要资本化 现在还没有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嘛 因此资本化金额是 记载结工程啊 那15年6月30号 前面表格里 大家看到了 未确认融资费用 摊销是553014 借记载结工程 代方代未确认融资费用 553014 支付了90万 借记长期应付款 代银行付款90万 这没有问题 15年底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那下半年的未确认融资费用 摊销 仍然是资本化 摊销的数字表格里 当然也看到了 借再进工程 518315.4 代未确认融资费用 518315.4 又付款 付了90万 借长期应付款 代方银行存款90万 发生的一些安装的成本 也要借再进工程 这也是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之前的必要支出 398530.6 借再进工程 代方代银行存款 398530.6 这样呢 最后固定资产的成本 把前面的再进工程数字 加起来 一共是700万 这我就不再一一的说数字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由再进工程 转到固定资产里去 借记固定资产 代方代计再进工程 700万 所以你看固定资产成本里 涉及到购买价款的限值 涉及到 安装期间资本化的利息 还涉及到一些安装的成本 再往下 第四 16年1月1号至19年12月31日 设备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了 后面未确认冲作贪用 贪销就不能自版化 要费用化 那比如16年6月30号 这半年 表格里我们也有数字的计算 是480146.94 回到表格里再看一下呗 这不说吗 在16年 6月30号 未确认冲作贪销 480146.94 应该费用化 这样 借方财用费用 带未确认冲费用 480146.94 要付了一个90万 借记长期应付款 代行账存款90万 后续的处理方式都是一样的 只是数字不同 我们看第二个问题 自行建造固定资产 自行建造固定资产 有自营方式建造 还有出包方式建造 这么两种 自营方式建造 自己建的 出包方式 把资产建造 出包给别人去建 我们先看自营方式建造固定资产 还是要确定成本的构成 与这项资产建造有关的 一切合理必要支出 都是要寄进来的 那我们涉及到有直接材料 你自行建造 那当然构成成本内容 料工费吗 有直接人工 直接机械施工费啊 都要把它反映进来 当然也会涉及到 间接成本的事情 我们看建造时 核心账户叫暂建工程 如果资产建造购物资了 这是为资产建造用的 不可以把它反映到存货里去 所以为建造长期资产 购物的一些料 通过工厂物资科目核算 那借房借工程物资 代银行存款等 这一部分呢 涉及增值税 照样可以抵扣 比如说借记工程物资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进行税购 代银行存款等 领用工程物资了 借记再进工程 代方代工程物资 工程物资有余额 报表上我们目前的做法 也是放到在建工程 所以工程物资项目 报表现在没了 有余额放到在建工程里 用银行存款支付的其他费用 也是构成成本的 借房在建工程 代方代银行存款等 那涉及在建人员的 职工薪酬 也是要进入到成本中 借在建工程 代应付职工薪酬 这应付职工薪酬分配 要按照授与对象来 后面大家学习过程中会看到 如果是生产工人的职工薪酬 既产品成本的 借生产成本代应付职工薪酬 如果行政管理人员的职工薪酬 借管理费用 代应付职工薪酬 这叫应付职工薪酬的分配 那与建设人员相关的 借机在建工程 代应付职工薪酬 如果所建的项目 领用了自己的产品 就生产水泥的 那把水泥领用了 那这时刻借在建工程 代方库存商品 有一点要进行说明 工程项目建造 领用自己生产的产品 不可以确认收入 因为毕竟产品 还是在我们会计主体里面 来进行这种活动 根本没有出企业 没有涉及到 有经济利益流入的一些事情 所以不可以确认收入 那借机在建工程 代方代库存商品 那这时刻你也用不着说 确认增值税的销项费额 没有真正往外卖 如果建的项目 领用了生产用的材料 当时这门材料 构进时 是在原材料里反映的 构进时 当时借机原材料 应交税品 应交增值税 进项税额 代银行存款等 我们现在把60用了 那会有借机在建工程 代方代机原材料 不会把原来的材料 构进的进项税额 做转出处理 不要转 是可以抵扣的 当所建的项目 达到预定和使用状态了 要由在建工程 转入到固定资产 所以前面也说过 在建工程转固定资产的点 就是达到预定和使用状态 我们考试的时候 有可能啊 就让你最后算算 固定资产入账价值 还有一年的题目 让你算算 固定资产某一年 进期折旧额 当然入账价值得算对 折旧额后面计算才能对啊 那么过程我们要清楚 具体在往下看 说关于它成本的构成 购入的一些物资 按照支付的买价 运输费 保险费等相关税费 都作为实际成本 那你购入的工程物资 迹象税额是可以抵扣的 所以工程物资 购入之后 工程项目零用了 当然最终反映到 在建工程里面去 构成固定资产成本的内容 接下来一点要进行说明的是 建设期间发生的工程物资 盘亏报废回损怎么办 总的原则 正常情况下的一些盘亏报废回损 是往成本里寄的 然后我们要掌握 说哪些不应该往成本里寄 那你这些东西记住了 剩下的都是构成成本的内容呗 那包括存货 也是一样的东西 和存货成本的构成 比如涉及到一些废品 正常情况下的一些废品 都往成本里寄 你正常的听工 你往成本里寄 但是不正常的不行 那具体来说像建设期间 盘亏报废回损 我们涉及的工程物资 往工程成本里寄 所以介方在境工程 在境工程 不是属于盘亏了吗 你盘亏了要把原来 账上已有的工程物资给冲了 往成本里寄 进在境工程 但是要是自然灾害云因 导致的净损失 所有实物资产 要是非常原因造成净损失 比如地震 那就要进行另外止出去 这不属于正常的 那如果是属于盘云的 现在东西有 仗什么一记 按照重置成本 借工程物资 代方 在境工程 以排充在境工程 也体现到影响成本 这是说正常建造期间都这样做 非常原因造成净损失 进行这位置出 工程完工之后 你再往工程成本里寄 寄在境工程固定资产 已经结束了 寄不进去了 这种情况 要是涉及净损失 既营迹外支出 要是盘盈的净收益 营迹外收入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内容 那下面接着往下看 固定资产的建造 除一些直接的支出 能够分清的 领用什么料 发生人工成本 那你直接进入这项工程 那有些情况之下 还会涉及到一些间接的费用 比如辅助生产车间 提供的水电修理运输等服务 我们在核算的过程中 辅助生产车间发生的这部分成本 要按照一定的方式分配 记录到各受益对象里去 那所以你建造固定资产里面 还会涉及到分过来的这些间接的成本 要把它记进来 我们考试的时候会直接告诉分过来多少数字了 不会来一个辅助生产车间 什么分配的方式再让你算 当然有的同学学过初级会计实务 辅助生产费用的一些分配 可能清楚 我们考试 不要求你做那个 但知道 要把它记录到所建造的固定资产成本中 下面是符合资本化条件 涉及到那些借款费用 那你要资本化 记录到资产的成本 不符合资本化条件费用化 当然这一部分的处理 我们要执行的是借款费用准则 后面单独有一章 就涉及到借款费用的问题 那我们整个建造 自营方式 核心账户在建工程 都先在在建工程里反映 可能有的同学知道 如果一个制造业用于生产产品的 建造产品的核心账户是什么 生产成本 那是核心账户 那产品办公转到库存商品 我们这边固定资产的建造自营方式 核心账户在建工程 反映总的成本 达到育林可使用状态的时候 把它转到固定资产里面去 那接下来的问题是 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内容 我们去年考试大提其中有一部 与它相关了 固定资产只要达到育林可使用状态 就应该要转入到固定资产 这个时刻固定资产 还没有办理军工决算 可能会没有办理军工决算 所以固定资产真实的数字 现在还没有 不过我们说 只要达到育林可使用状态 你就要借方借记固定资产 带在建工程要做 那这个数字是个估计的 就按暂估价值转到固定资产 转完之后 下一个月 就相应的要提折旧了 提折旧当然是以暂估的价值为基础提的 最终当军工决算数字有了 我们肯定要把固定资产的价值 调整到军工决算之后的数字 比如说我们原来暂估的数字 是90万 最后决算之后95万 那你肯定要调到95万 原来由在建工厂转固定资产90 最终竣工决算之后真实的数字95 那当然在建工厂里要反映这个95 所以把那五万也要转到固定资产 不过我们注意的问题是 说但不需要调原来的折旧额 我跟你们讲啊 很早以前是要调原来折旧额 他说现在怎么就不调了 这个就要备呀就麻烦了 你说原来调现在不调 你怎么个备法 一旦看个参考书 哦这要调 一看这个又不调 你要不知道道理 马上睡觉调 早上你醒了不调 麻烦了 是这样 目前 就是我们对于固定资产 提折旧啊 什么方法的改变 粘线的改变 残值的改变 后面会给大家解释啊 都算会计估计变更 所以提折旧提多少 是一项会计估计的事情 而我们理论上 会计估计变更 不可以进行追溯调整 不能往前追溯 用的方法是未来适用法 这就导致了 你虽然说固定资产 当时入上金额不是真实的 我们现在知道真实的数字 折旧额也不能往前追溯 一追溯就出事了 它不就不是未来适用的 除非什么样的情况下 要追溯 如果估计数字错了 那你得算差错 才能往前进行追溯 我们不要认为 当时赞顾入账数字是错的 那不行 因此我们不要调整 原来的折旧额 那不调怎么办 固定资产 还有上课使用年限 在上课使用年限的期间 按一定方式 再往成本费里寄呗 这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20年当时的题目 比如说固定资产 是在19年 达到于领克使用状态 按照赞顾价值入账 说在他的日后事项期间 现在军工决算手续有了 要不要作为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顺项处理 也就是要不要 在19年底 你报表上反映固定资产的数字是真实的 原价的数字至少应该是真实的 但是报表反映的是账面价值 那当然了 你已经都知道了 报表还没有报出去呢 所以他是调整实项 说但是要不要 比如我们调这个数字 再把折旧给调一调呢 不行 折旧不能动 价值是要调的 我们接下来看 18年的一个题目 单选 甲公司未增值是一般大税人 17年5月开始建造办公楼 下列各项中 应记入甲公司所建造办公楼成本的事 和哪个往成本里进 A 办公楼建造期间发生的工程物资报废净损失 当年题呢 没有这括号里面的 括号非责任灾害 说改编呢 就加了这么几个字 我们再看B 办公楼开始建造前借助的 专门借款发生的利息费用 要执行借款费用准则 还没有开始资本化 这个话呢 大家听起来说说什么呢 等到借款费用里 会给大家解释 就是说建造之前没有开始资本化 都费用化 那就不会寄到办公楼的成本中的 C 为建造办公楼购入的工程物资支付的增值税 进向税格 那购入工程物资的进向税是进向税格底扣 也不会进成本 第一呢 办公楼达到预定科使用状态之后 发生的相关费用 没有往固定资产里寄的事情了 达到预定科使用状态 由再进工程就得转固定资产 所以这个题 没有那个括号 你只能选而已 如果严谨来说 应该是非自然灾害导致的 因为自然灾害要是导致的建设期间 那也不往城门里寄呀 寄哪儿了 盈利卖支出 A是正确 我们再看17年 一个多选题 假公司为境内上市公司 16年3月10日 为筹集生产线建设资金 通过定降增发本公司股票募集资金 三个亿 生产线建造工程于16年4月1日开工 至16年10月31日 募集资金已全部投入 为补充资金缺口 11月1号 假公司以一般借款 假公司仅有一笔年利率为6%的一般借款 补充生产线建设资金3000万 建造过程中 假公司领用本公司原材料一批 成本是1000万 至16年底 该生产线建造工程仍在进行当中 不考虑税费及其他因素 向内各项假公司16年所发生的支出中 应当资本化 并寄入所建造生产线成本的有 哪个往成本里面寄 A 领用本公司原材料1000万 那我们看工程项目领用原材料 用于这个项目了 当然构成项目的成本 B 16年11月1日 至年底占用一般借款所发生的利息 因为生产线还在建造过程中 是可以资本化的 资本化期间的利息是可以资本化的 所以这个也是会记录到成本 C 使用募集资金支出三个月 那我这个钱已经用于这个项目 那肯定构成生产线成本的内容呗 你别管钱是怎么得到的 反正用于这个项目 要进入这个项目的成本中 使用一般借款资金支出 也是用于这个项目 那当然也是构成项目的成本 所以这个全部都要选上 下面我们看第七 高危行业企业 按照国家规定提取的安全生产费 比如说像煤矿 那算高危行业 有时要到地下很深的地方 去采煤 那当然就会涉及一些保护的问题 比如涉及安全防护设施的事情 我们怎么办 那现在 在处理的时候是提取安全生产费用 提取的时候是借方借机生产成本或当机损 待方待机专项储备 原来曾经啊 把它反映到预计负债 后来发现不合适 这怎么叫预计负债呢 没有负债呀 我是保护呢 后来我们改成专项储备 专项储备是所有的权益 它并不属于真正的负债 使用提取的安全生产费 那要看呢 到底是费用性的支出 还是资本性的 费用性的支出 直接充减专项储备 那比如涉及安全生产检查费 我直接充减去 借方借机专项储备 待方待银行送款 那这个相当于所有者权益 就减少了呗 因为专项储备所有者权益 如果说形成固定资产 就是像安全防护设施 那这种情况之下 建造的过程中 也是通过再建工程 科目核算 和我们建造一般资产 固定资产一样 会有借机再进工程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进项税格 带银行存款 应付职工薪酬等 都一样 当所建造的这项资产 达到预定和使用状态 由再建工程转固定资产 借固定资产 代方再建工程 那按照这是一个解释公告 按照解释公告的说法 固定资产的价值一旦形成 按照相同金额提折就 那借机专项储备带来一折就 所以这种做法 其实并不是很好 所以只要是固定资产一建完了 账上这项资产的价值没了 按相同金额提折就 我也到过有的企业 有安全防务设施的 也感觉这个挺烦 比如讲到人从德国进口的 这个安全防务设施 花了当时三百多万 自己还投入一些建造的支出 一建完了没了 所以人家就说 你形成固定资产没问题 比如这项资产安全防护 我们可以用十年 是不是按照十年 一点一点去提折就 借专项储备带来一折就 我觉得不是不可以 但是不行 考试要以这个为止 可能当时写解释公告的人员 就是认为 我这储备的事情已经结束了 我把专项储备全冲了 原来是做这件事情提的吗 全冲了 可能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所以如果考试有 按相同金额提折就 专项储备知道是所有的权项就行 我们接下来看一个例题 甲公司为大中型煤矿企业 按照国家规定 该煤炭生产企业 按原煤实际产量 每吨15块钱从成本中提取 20年5月31日 甲公司专项储备安全生产费科目余格 是6000万 那第一 20年6月份 原煤实际处理是200万吨 第二 20年6月份 支付安全生产检查费20万 以银行存款支付 第三 20年6月份 购入一批需要安装的 用于改造和完善矿井安全防护设备 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注明价款是5000万 增值税税额是850万 立即投入安装 安装中应付安装人员薪酬50万 第四 20年8月份 安装完毕达到预定科使用状态 我们要求编制上述有关业务的会计分路 那先看第一个 20年6月提取安全生产费 200乘以15呗 因为体理说了 一共是200万吨呢 每吨是15块钱提取 提的时候 记住到生产成本 因此会有借记生产成本 带专项储备 安全生产费3000万 那第二 20年6月份 支付安全生产检查费 那属于费用性的支出 没有形成资产 费用性的支出呢 要充减专项储备 借房专项储备 带房银行存款20万 那下面 与这项资产建造相关的 20年6月份购入及安装设备 这个时刻购入的安全房屋设施 需要先寄到暂禁工厂 达到易顶储使用状态之后 才能转到固定资产 借在建工厂5000 增值税可以抵扣的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迹象税额850 带银行存款5850 那发生安装人员的职工薪酬 要寄入到在建工厂 借在建工厂50 带应付职工薪酬50 我们看第四 20年8月份 安装完毕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在建工程记录的金额是5050万 一个5000的再加上50的呗 把它转到固定资产中去 所以会有借固定资产 带在建工程5050 并按相同金额提折救 就是固定资产入账金额是多少 累积折救数字是多少 充专项储备借专项储备 带累积折救 5050 按照这个来进行处理 所以就说最后 只要是这项资产达到预定和使用状态 固定资产价值就没有 这么个过程 那这节课给大家介绍的 一个是分期付款方式购入固定资产的会计处理的内容 讲到教材上例题 然后就是自行方式建造固定资产的核算 里面的自行方式 就自己建造这种情况 说的是达到预定科使用状态之前 一切合理必要的支出 包括有直接的见解 然后当然也谈到了安全防护设施这颗的处理 内容我们当然要掌握 好 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